地球 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但人类却对它知之甚少 到底我们这个地下 地球内部是不是这种结构 有没有谁验证呢 穿越这条地球深处的时光隧道 我们都有哪些发现呢 所以这个转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穿白二级 随着我这个严信的分析 不断地有更新的发现 未来我们将如何更深入地探究地球奥秘 你必须要通过若干个科学转 打更深的转 孙友红 地壳一号万里大陆科学阵机 项目研发总负责人 邓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新华访谈 好 谢谢 很多人在小时候就有一个经历 就比如说挖土或者是看到水井 都会有一个想象 就说不会挖着挖着 我们就把这个地面给挖穿了吧 这个钻井钻到最后会是什么 在您小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吗 这个我相信挖土是每个小孩都会挖的 比如说小时候挖个螃蟹 在河沟里面 但是挖了挖的就是目的是为了抓这个螃蟹 就没有敢再挖生了挖的 所以挖生了不是什么都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 进入到科学研究之后 我们不仅仅是抓螃蟹了 您觉得您抓到了什么 抓了很多岩石 抓了很多石头 抓了很多的石头 抓了很多石头 您说的非常的具体 在前面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看见这个场景就太熟悉了 所以又让我回忆到咱们松河二景的现场 其实当年是在2014年 就我们这台转机日厂 之后就是一车在这个地方待了将近五年 那么最熟悉的还是 塔的中间那个平台上 有个叫地锹一号 这台转机我们的设计目标是一万米 真正它目前已经转身了 实际的是已经到了9300 9300米 太了不起了 好 那就请您今天继续带我们去探索一下 地底下的世界 谢谢 请台上落座 从2014年开钻到2018年打通 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 地锹一号万米钻机 先后完成多项复杂工作 历经五个严冬的低温考验 一次累计工作1163天 无故障时间利用率达97.63% 创造了国产同类设备的记录 我国首台的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装备 地锹一号 那目前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本身从这台钻机的技术上 我们就取得了一些突破 比如说这台钻机 我们首先要克服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钻井构成中 这个钻距的重量问题 要满足一万米钻井深度的 钻距的这个提升能力 第二个呢 要突破呢 在井里面要钻井 它这个要控制住 万米底下这个钻头上的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呢要达到精准控制 所以我们叫做精准控压 那么第三个特破呢 就这个钻井来说 我们因为在我们钻井构成中 整个这套系统啊 它需要强大的动力 尤其是在这个精准控制 还有呢这个动力的传输 包括我们整个这套装备的 自动化的程度 这方面都是一些突破 这是技术性的突破 在我们钻井构成中 还需要突破井下的地层的阴度 还要考虑地层的温度 还有地层的硬力 这些呢都是一个突破 与常规油气钻碳不同 科学钻碳除了寻找地球资源之外 它还肩负着探索地球演化 和气候变迁等重任 随着钻头一寸寸突破地层 钻碳难度都会成倍增加 人类花了将近四千年的时间 深入地球的内部的距离 其实还不到地球半径的千分之二 那为什么到现在了 人类还没有能够去钻穿地蔓呢 我们大家过去都常说 叫三天容易入地难 其实我觉得就是三天不易 入地更难 那么通过这张图 我们也能看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一个固体的地球 上面表面这一层 就是薄薄的 我们叫做地壳 再往下呢 就是三地蔓 在三地蔓和地壳之间 有一个不整合的连续面 这个面呢 我们叫做木猴面 所以转穿木猴面 使我们地质学家 和我们转碳人员 一个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到现在 都没实现 那么固体地球呢 越往下面走 它的温度是越来越高 比如说到了这个 这个正常的我们地温梯度 是每往下100米是3度 所以一般来说 你要达到1万米的时候 那就要300度的温度 我们预测 说地心地壳的这个温度 将近5000度 那你想想什么物体 能进得起5000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遇到的是 坚硬的岩石 那么你首先要创个岩石 那么你本身的这种 钻头 钻具 尤其钻头的材料 你必须它的耐磨性 强度都要超过岩石 第三个呢 高压 那么同样 我们这个地下呢 它是岩石压彩的 所以它这个压力很大 越往下 它带来的挑战将会更大 未来我们要进行更深的探索 还需要突破哪些难关呢 我们搞钻探 就是尤其是科系钻探 我们被地区界认为叫做 深入地下的万远镜 就是通过我这个钻探 在地下形成一个孔 我呢这个孔呢 就能可以把地下的信息 能观察到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温 这个难度比较大 第二个难度呢 它地质学家要求我 这台装备 要求我们施工人员 要达到这个连续 获取这个地下的岩石样品 所以这台钻机呢 把取出这个岩石啊 连续的已经超过了95% 刚才我说 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追逐 这个岩石的连续性呢 比如说这个松辽盆地 刚才我讲了 它这个丢了一米 就相当于丢了一万年的地上的记录 所以说其实我们追求它的这个连续性 不仅仅是为了物质的连续性 更是保留着这个历史的连续性 我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可以这么说 对对是 好 那么目前我们通过地球一号 现有的成果 对地球的研究推进了多少呢 这个地球深步的奥秘 那是无限的 对人类来说 所以仅仅通过打这么一个转 应该说 对这个地球深步的这个研究 还是一个皮毛 你要想更深入地了解 这个地球的奥秘 你必须要打入干个转 你要想了解地球深步 更多的奥秘呢 你必须要打更胜利转 对于地球深度的研究 在未来科学家们 比拼的是什么呢 一个呢就是 还是靠技术 技术很关键 你光有科学目的 有这个想法 没有技术 你也达不到 第二个呢 还是靠经济实力 尤其超生转 不仅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更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 真正要实施一口 弯米的科学状态 它的难度呢 不亚于制造一个小型的航空母舰 那既然那么难 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去赚这个洞呢 而且花那么多钱去赚这个洞 值得吗 我们探索地球深步的奥秘的脚步啊 一直没有停止 尽管我们能到了月球 尽管我们现在也在 人类准备要奔向核心 但是其实对我们脚下的这个 了解的还是非常少 我们经常说叫眼见为时 那么到底 我刚才说 到底我们这个地下 地球内部 是不是这种结构 所以我们这个转碳呢 就是来验证这种位置的发现 您刚刚提到眼见为时 我们通过转了那么深的距离 目前我们见到了什么呢 目前我们的固体矿场 通过往下转碳 我们发现了很多 比如说金矿 银矿 铁矿 我们平时所用的这些 所熟悉的这些金属 都是在地下通过我们转碳发现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台装备 就地下一号万米转机 我们在松河二景的时候 确实发现了很多 我们预先没有想到的发现 比如说 我们这个在宋寮盆地 就是达清油田守在地 这个转打了七千米 通过分析它的地层 有这么几个发现 一个我们想象中的 认为说我们现在 整个松河盆地 我们处于一个大陆 但是这个大陆 它在过去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这个转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穿白二级 我们这次 第一个发现了 在几千万年里面 就是七到八千万年里面 整个松河盆地 发生了三十次的 河山留下的记录 也就意味着 才在几千万年里面 在这个我们松河盆地附近 有河山爆发的 它采出这个岩信 就有这个河山灰 第二个呢 通过打这个转 发现在几千万年里面 有十次海情事件 就是我整个松河盆地 是比海水进来了 有十次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松河盆地里面 我们还发现了一种 心理能源 天然清晰 当然了 它的这个发现 还会随着我这个 严信的分析 不断地 有更新的发现 因为深部探测 关键仪器装备研制 与实验项目 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的 孙友红 曾与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黄大年 共同战斗过 说起地壳一号 很多人都会想起 黄大年先生 我们也知道 您曾经和黄大年先生 共事多年 那您能分享一些 您和黄老师之间 非常难忘的事吗 黄大年同志呢 离开我们 已经七年多了 这个现在一回忆起 当年和黄大年一起 工作的时候 又让我心情 还是有点沉动 第一次见黄大年 应该是才2000年 给我印象的就是这个人 很日清 对中国很有感情 虽然离开中国已经十多年 对他时时跟我们当初交流 就时时还是想着 如何为祖国的这个弟子事业 做一份贡献 还有一句话 要就是说 只有当成国 成国累累的时候 回到祖国 成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09年回到国内 就组织了我们这个 生地探测的这个项目 地销一号万米赚进 就是他在项目底下的一个课题 我们经常说 他是一个拼命散篮 对时间呢 也管理得非常紧 他经常这个出差 也是做晚上的航班 有时把白天的时间 就可以省出来 处理很多这种 科研和管理上的事 项目卸调的事 他当年也提到过 要让中国人看透地球 如今您觉得 他的愿望实现了吗 那么当年呢 他主要从事这个 航空地球物理的研究 从国外回来 主攻的还是 叫中立梯土仪 这个仪器 那么他呢 主要是对于地球浅步 通过地球物理的方法 是可以给地球来做透视 来做射体的 应该说他的梦想 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实现 我相信他离开我们之后 他的这个团队啊 还在沿着他的指定的这个方向 还在继续地开展生日研究 我也坚信 他这个团队一定会 实现当年的这种 寿院 在历尽艰难 方能企及的深处 到底潜藏着什么 这一问题 始终吸引着 人类的好奇心 怀揣着这份好奇 孙友红院士 带领着他的团队 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 不断将人类的视距 向地球更深的 内部延伸 对于地球深处 未知领域的探索 对您来说 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的 可能也和大家一样 这个 最吸引我的还是 好奇心 我呢就想 到底地下是什么 感到我们看的 那个地球的泡面图 是不是真的 这个呢是让我最吸引 您最开始好奇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当然不同的年态 有不同的好奇心 是吧 那么真正引起我 对壮碳产生好奇心的 还是进入大学之后 学了我们壮碳工程专业 上大学期间 这个学校呢 邀请了俄罗斯的一个教授 我叫库德拉校府 他呢七次去个南籍 也主导了一个 冰下科学壮碳的项目 打创了这个 一个东方湖 就是打创了冰盖 达到3700多米 也创造了第二个 壮碳的金仪式世界纪录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想 我说中国人有一天 我们也希望在壮碳领域 能创造这样一个 金仪式世界纪录 那多好啊 南极冰下湖 长期被冰盖所覆盖 具有独特的高压 低温 低营养和黑暗环境条件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生物净化 地球气候变化 以及南极冰盖的演变信息 而科学钻探 是获取冰下湖实验样品的 唯一手段 2024年2月 我国开展南极麒麟冰下湖的 科学钻探工程 孙友红便是第40次 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 其中的一员 在半年前您刚从南极回来 这是您第几次去南极呢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极 那么这次去的目的呢 主要还是我们南极啊 进行了一个 冰下基岩状态的 这样一个项目的野外试验 对这个选址 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踏刊 另外呢 我们研发了一台 状态这个冰下基岩的这个装备 也完整地取得了这个地下的岩芯 应该说这个项目呢 完整得很好 第二个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下一步啊 真准备要在南极 要实施一个冰下湖 那么它位于这个伊丽莎白公主地 那么这个地方的冰厚呢 有3600米厚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 就是要研发这么一台装备 研发相关的装夹技术 要把这个冰盖 3600米冰盖要打穿 要把下面的湖水 没有污染的取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挑战 去到南极的现场和大学的时候 自己想象的情景一样吗 居然是第一次去 它这种场景呢 其实我是还是了解很多的 因为我的学生 他们每次回来都跟我讲 说这个南极的环境 有多么的恶劣 那么一个呢就是低温环境 还有呢缺氧环境 还有呢这个大富裕环境 那么对人类在那里生活 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亲自地经历了一下 感受到这种环境 确实是很艰难 不管是在南极 还是像钻探工作 看起来并没有其他的领域 那么的光鲜 并且很多时候是在 看不到的领域去钻研的 坚持下去 您靠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度的一个梦想嘛 支撑下去的就是希望自己的一些想法 能变成现实 这就是我们说的梦想 低潮一号呢 应该是 从它的设计到研制成功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正在筹划 低潮二号 那么这个低潮二号呢 我们的目标是 它的专探能力 是按照一万五千米来设计 那么这台装备呢 我们希望它能实施一个超弯米的转型 那么我的梦想呢 就是还是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中国人也能在转探领域 达到世界领先 能打一颗 这个世界上最深的超声转 能打一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 这样一个超声转 更好的研究地球 认识地球 保护地球 是更好的 建设好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